我們來評估一下這把劍呢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劍價五萬元 那個園外喔 厲害… 園外 你這把劍喔 劍稅不劍 劍稅 是 劍稅 是 那從這邊穿進來劍稅 從這邊穿進來劍稅 你應該把一個紅鷹劍稅 這把劍就更漂亮了 所以平常五件可以戴這一把 那這個劍稅是確定這是塑料的 塑料的 那它的那個劍的本身呢 本身我覺得這個是現代打造的 這是現代打造的 但是這個現代打造呢 我覺得也不是這幾年打造 這把劍我覺得應該是一把 在清朝末年的時候 打造的一把劍 那還是很久了 是… 因為它會打造成有溝槽 表示說它是近代的 近代採取那種 類似武士刀的那種做法 打出溝槽來 是… 這把劍很有這個戰鬥的氣息 戰鬥的氣息 所以說如果說 八字不印千萬別摸 乃是胸氣 有 我趕快放下來 這不是玩具劍 是… 你拧著五劍你就知道了 五劍是… 看起來剛剛是可以的 這一把是真的可以用的劍 好 今天我們謝謝蕭媛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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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我們要歡迎的是 來自於苗栗的張小姐 張小姐家裡面 一定是書香門弟世家對不對 是 所以今天她光是帶來的東西 我看了以後都好開心 看我就愣住了 這完全是來踢館的 是 沒錯 是嗎 是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你這帶一批古書來 來 她帶了一批古書來 我們先問一下 這樣說受寵若驚 來… 張小姐 您這個古書是哪裡來的 是我阿公的 您阿公啊 您阿公是在從事什麼行業 我阿公應該… 他年輕的時候算是望族吧 然後…不知道 那個時候我小時候了 小時候他… 就… 對醫學那些也有一些研究 他可能愛看書吧 但是他是醫生嗎 他不是醫生耶 對…有時候 我覺得好像很多鄰居那些 有什麼生病啊 或者像小孩子骨頭… 喜歡研究醫學 以前讀書人喔 那個慶雪 以前在農村裡面 很難找到醫生 所以很多都巫醫 比如到廟裡燒個香啦 弄個香灰 吃了看看會不會好啦 但是讀書人 因為他會讀書 比如說看看本草綱目啦 或看一些其他的醫點啊 大概對一些小小的問題 都可以做一個解決 好 所以… 可是他不是醫生 當然不是醫生 但是他是讀書人 肯定是讀書人 所以能夠讀到一些書 然後他就自己去研究 希望能夠衛村莊裡面呢 能夠盡一點點心力這樣 而且你看 你阿公還有康熙字典啊 對 這邊 來 給大家看一下 講到康熙字典 來 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是有康熙字典 而且呢 它是老的印刷本 而且它是這樣子 現妝書 現妝書的 然後呢我們再轉過來 給大家看一下 這年代非常久遠 所以我拿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這邊其實呢 都有被蟲蛀的一個痕跡 你要講蘇蟲 可能就是被蘇蟲給咬 肚蟲 肚蟲 好 來 這邊是一個康熙的字典 好 另外這邊呢 來 仔細看一下 這個呢 也是康熙的字典 所以阿公收藏的字典的話 是有不同版本的字典 因為光是看這個的字典 跟這個的字典 是不一樣的對不對 版本不一樣 所以這邊你看 這邊它旁邊這邊都有寫 這是康熙字典 然後按照部首來區分 然後再過來這邊 還有百病的秘方 然後剛剛講到 本草鋼木這邊也有 來 最特別的 來 我剛剛看到 最特別的一本書 來 我問一下張小姐 你阿公也是有幫人接生嗎 叫做龍鳳佩再生緣 我不知道耶 他就是在... 放在一個箱子裡面 有些也壞掉了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接生的喔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古典文學 好 來 所以張小姐 這個書你也沒有翻過啦 對 我也看不到 說真的耶 這是一本古典文學 其實它這應該是有點類似小... 而且這是通俗古典文學 來 這... 是嗎 是的 這是通俗的古典文學 通俗古典文學 這不是情色小說 應該帶一點點啦 帶一點點情色 你幹嘛啊 對 可能帶一點點情色 有... 對 什麼貞節女 男裝逃難什麼的 是... 帶一點這種情色的色彩 好 來 但是不是銀書 不是銀書啦 不是銀書 沙子豹 這邊還有一個沙子豹 這個也很特別 沙子豹也是一個通俗的 這個古典文學 講的就是報應的問題 其實沙子豹這個部分 也曾經編過樂句啦 或者是昆曲啦 這個都有... 然後我們說到這個康熙字典 這個就...這個了不起 為什麼呢 因為這部康熙字典 絕對是在... 應該這樣前清的時候的 前清是... 前清 我覺得應該是 上海商務書局印的 我看一下 你看是不是上海商務書局 我們來看一下 哪裡啊 第一頁有嗎 第一頁有嗎 看看有沒有上海... 上海的什麼書局 它這個其實也一樣啦 有分部首 哪裡啊 它有分部首 有... 它有分兩百... 兩百一十四個部首 你這個是只有剩這兩本嗎 這同一個版本的話 這個剩這兩本 剩這兩本 我特別用錯這樣 有耶... 來 給大家看一下 真的有耶 琴大哥你太厲害了 來 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小小一個 你要沒有仔細看的話有 上海什麼啊 什麼書局哪一個啊 緊張是不是還是什麼 書局什麼邊... 什麼...藏什麼...藏板 還是什麼 是... 上海商務書局 就是上海商務書局 所以那時候外公那時候 有到上海去念書還是什麼嗎 還是那時候早期的時候 台灣的書 搞不好都是上海商務書局 印過來的 清雪 我這邊做一個 稍微做個補充 其實那個時候日本時代 你要進這個書很難 其實這個也都是怎麼樣 從到唐山去留學 比如說到這個大陸來 讀這個漢文 讀漢文的時候 順便買一部書回去 所以那個東西比較... 因為那個時候比較難啦 那像這個康熙字典是在康熙字時候 特別為了... 為了要編一個 就是在宮廷裡面使用的工具書 用了214個部首 47,350個字在這個裡面 各種古字這裡面全有了 所以康熙字典其實算是最完整的 最完整的 中國的一個文字 但通用的大概1萬字 這裡面也都有的 所以這幾本書... 那該怎麼辦呢 張小姐 您要怎麼孤呢 我... 我不會孤耶 沒辦法孤耶 沒關係 我們孤龍鳳配就好了 好不好 我沒辦法... 我沒辦法孤 真的 不是 您要孤哪一本 還是要全部一起孤 這樣好不好 我們把這一套康熙字典 這一套康熙字典好不好 好不好 我們來孤這一套一套嘛 我家裡還很多耶 是... 沒關係 您就自己除啦 我看一下這邊有幾本 這個沒辦法孤吧 2 4 6 8 10 12 14 16 17本 那孤下來的價格 您就自己把它除 然後看家裡面有多少本 你就把它乘上去就好了 可以 行 我不會孤 我沒辦法孤 應該還不只這幾本 前老闆真的是萬事故 我開始懷疑你家 是不是開書局了 沒有...以前更多好多 您外公家裡面以前 搞不好開書局了 因為這個康熙字典 是用地支 十二地支 這個指引...指醜一母來編的 但是它因為有四萬八千 四萬七千多個字 所以它這個量很大 那當然是用現裝書 能夠保存到這樣 我覺得是非常的不容易 你都放在家裡面哪裡 這個其實很怕濕耶 然後重塑什麼的 對 你要放到現在要搞不好都爛掉了 這個本來我帶回家裡 水煙斗那些 然後這些書都放在我哥哥家 結果我寄這個過來以後 那個威靈叫我說 可不可以來台北錄節目 就問我哥哥說 這些書哪裡去了 我小時候常看到的 他說結果我哥哥就拿一個 那個垃圾袋 就提了一袋給我 還好拿在垃圾袋裡面 因為封起來了 然後呢 垃圾袋好髒耶 一提手都黑黑的 結果他說這個給你 然後我就帶回來整理這樣 建議你哥哥 你知道古人啊 到美到這個天氣好的時候 不是曬衣服 是曬書 書一定要拿出來曬 不曬的話就壞掉了 所以要用紫外線稍微曬一下 所以你這個書回去以後 有機會曬一曬 否則的話書很快就會變成灰狀了 一碰就壞掉了 好 那我幫你要鑑定 哥哥 你不要建議他去曬書了 曬了半天 結果後來一場大雨下來 全部都毀了 好 那要注意一下 對 應該是 他還是放在垃圾袋裡面就好了 咱們就來鑑定這一步 康熙字典 持多少錢 好 我們就看這17本 17本 我們直接估這17本 康熙字典 信裝書 值多少錢 好 康熙字典 信裝書 目前市場和行情價是多少 請建價6萬元 不得了 這這麼貴啊 光這個 那這個呢 很難... 妳剛剛不是不要問嗎 不是 我說不要 我剛剛本來要問妳說 要不要全部勾啊 這種單本喔 我說我不會勾 我不知道 這個...這種單本 應該每一本 都要五六千塊以上 現在 這單本要五六千 要...單本 就單本就五六千塊 因為可以保存到這樣就很難了 原來妳那個翡翠 我前幾個年有一個朋友 買這個書 對啊 是不是不要吃錢 我說我不能賣 妳有整套的 為什麼要把它零賣呢 不是 作爺 他就是非要跟我買 我不肯 你這個搞不好 都可以放到那博物館裡面去 對... 所以這不要隨便賣 很多我覺得像... 比如說像這種小的... 小本的這個古典文學啦 這個我覺得很有價值的東西 這個擺冰秘方 你看看 我是沒時間讀 我讀一讀 我... 也許還可以上網去賣秘方 好啦 但是可以知道說 這個真的是非常的有價值 所以阿公留下來的東西 是非常的不錯 好 來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接下來呢 這個 我們... 阿公是書香自家 然後到你這邊的話 你可能開始經商了對不對 你要說是這個 這個是朋友送的 朋友為什麼送你這個呢 朋友送這個秤子應該有用意的吧 沒有 他就... 真的嗎 你會不會用啊 因為我也喜歡 以前啦 這是這樣子 這怎麼弄 這個現在當作... 我跟你講現在年輕人 不知道這到底怎麼用 你們都沒有看過 那時候我們小時候去買東西都是 這個算是商品嘛 要不然我幫你用好不好 我覺得您好 這樣子 我覺得您... 這個勾著然後我知道這樣 都是這樣子 來...等一下... 我們找個東西 來...等一下... 來...我來... 找個東西 不用找...有現成的... 這個嗎 來 這個可以勾 這個可以勾嗎 可以... 真的嗎 這個一定要... 一定要拉著 一定要拉著 然後... 我記得是超過重量 又要換這個 超過... 超過... 它有一定的重量 超過兩 就要到金 其實這十斤 這個是...這個是兩 所以這個是金 不一樣 你會不會太萬事通了 不是 我以前小時候用過啊 厲害耶 我這個小時候用過嘛 超厲害耶 用過這個東西... 剛好被我...給我猜中的時候用過 好 來... 我們就這樣蹭 蹭就這麼蹭 鉤子蹭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而且同手無欺喔 同手無欺喔 對 這麼來看 你看看 好厲害喔 是不是啊 這樣看起來的話 我大概...大致這樣給它看的話 大概應該是一斤一兩左右 一斤一兩 是 這個公道的啊 公道的你看拼的 人家說 心裡有一把蹭 就是這個意思 要公平 不公平這個蹭就是黑蹭 做生意不能用黑蹭 那這不能做假嗎 黑蹭是什麼 假可以做假 我跟你講 這個就可以做假 這個的長度跟這個的重量 重量 這可以做假 上面比如說蹭駝 蹭駝是一斤蹭 但是它裡面挖空了 就變輕了 所以這個東西有假 它這個長度也有影響 對 也有影響 也有影響 所以您這把蹭啊 那是我這個已經 已經好多年沒有看到了 這把蹭 現在應該還有吧 現在那種江下的那種 沒有了... 都沒有了嗎 沒有了 現在都用現在的用機器 用現在的那種圓蹭 那朋友怎麼會送你兩個這個蹭 而且這個蹭給大家看一下 它上面這個紋路是刻的耶 當然是刻的 而且是刻一點一點的耶 一點一點 不是畫上來的喔 不但一點一點 而且把那個黑膽石 敲在裡面把它磨平 這個是黑膽石啊 對 那這一支呢 那個是銅 這個是銅 不是 把木頭的這個點是銅 來 大家看一下 這兩個是不一樣 一個是點的地方 一個是黑膽石這一個 我們現在轉的這個 然後上面這一個是銅的 就是這一點一點這個 桿子不是銅的 我的意思是說 對 桿子是木頭的 但是一點一點是銅 相進去以後磨平 所以它的材質是不一樣的 對 不一樣 那都是同一個朋友送的 對 同一個朋友送的 好 這兩把蹭 咱們也評估一下 當然可以啦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兩把蹭 來 拿著 來 那個老闆娘拿著 來 給你拿著 好 你會做生意啦 來 好 來 這兩把蹭 好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這麼貴啊 這麼貴啊 哈哈哈哈